10万吨核航母只卖60亿,中国拒绝出钱,这国果断接盘。 据报道,日前美国海军表示,正在考虑同时采购两艘福特级航母的物料,以节省建造航母的费用,据悉首艘福特级航母的造价高达140亿美元,而且技术上依旧不成熟,目前还需要不断改进,这意味着还要投入巨大投资。 而日前俄罗斯海军宣布,正在筹划建造排水量10万吨的风暴集合动力航母,可以搭载超过80架战机,包括俄最新型的苏福57隐形战斗机,而这样一艘战利堪比福特级的超级航母,总成本只有60亿美元。 然而就是这样一艘60亿美元成本的航母,俄海军也没有资金来建造,为此俄罗斯军工界人士又拿出了老办法,开始寻求国外合作建造。 由于近年来中国成功建造了首艘国产航空母舰,还在研制大型核动力航母,因此俄方首次找到了中方,提出共同研制风暴集合动力航母,然后分别装备中俄两国的海军。 看起来这是一种不错的合作方式,然而中方在考虑再三之后却拒绝了提议,原因其实很简单,中方建造航母已经有完整的经验和规划,研发技术的难点也一点点成功克服。 在这种情况下,有必要和俄罗斯重新研制一款新航母吗?况且俄罗斯也已经不是苏联了,苏联的航母研发和建造基地是在乌克兰,俄罗斯能否研制出一款合格的大型核动力航母还是个问号? 但是俄罗斯方面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当了接盘侠,这就是印海军。 该国海军也有助研制核动力航母的雄心,最新的维莎尔号核动力航母号称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,但从该国建造国产航母花了十多年还没完工的情况来看,想要建造核动力航母更是难上加难,因此和俄罗斯方面一拍即合。 然而军事专家表示,此前俄曾用二手航母坑了该国几十亿美元,如果两国合作研制核动力航母的话,最终的花销翻倍也有可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